大家好,我是最好哥 我们这几天看到一个姓袁的先生 叫袁,袁什么了 袁公仪老人家 说这个习包子拍了彭妈妈的胸部了 说这个把川普搞下来 这个不是川普下台 就是习近平下台 反正两个人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然后决定给美国人反对川普的人很多钱 据说开口就是100个亿 没问题,要多少给多少 只要你能把川普干下来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着土工背后的全面的操控 以前说美国有什么通俄门 这都子虚乌有,我告诉你 普京这个人他再恶劲,他也没有习包子什么恶劲 而且关键是普京 他不会像今天的习包子一样这么大洒币 100亿美金洒过去给那些美国的那些小赤毛 然后去拆川普的台 把它拿下来,他不会搞这些事情的 所以人家普京当时又说了我通俄 我美国有什么通俄门 即便是有的话 我如果要贿赌你们的政客的话 我绝对不会选川普 因为川普在过去的几十年之内 川普从来没有成为美国的 从俄罗斯的合作的对象 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我找他干嘛是 他没当过一个小时的美国的公职人员 我贿赌他干嘛是不是 也不需要贿赌 有生意做生意没生意拿倒 是不是这个当年 所以当时普京也觉得美国很搞笑 但美国的确有这么一帮人 拿着共产党的钱 然后在那里兴风作难 要把民选的总统川普拉下台 所以最近可靠消息 据说还不是中南海地下水道的消息 是可靠消息 说习近平拿了100美金 100亿美金 然后拍着他老婆的胸部说 没问题就这么干 只要把川普干下马 别说100亿美金 200亿美金又怎么样 算事吗 小菜一碟赶紧干 真的 所以最近有很多与此有关的事情 所以说以后美国的历史一定会这么写 通俄门是一场陷害没有的事 但是他一定是有通中门 你不信你就试试看 这个东西接下来就是个什么局面 如果川普被赶下去了 然后民主党 共和党是在野党 那一定会有强大的通中门 那一抓一个准从奥巴马 柯林顿 布什 希拉里 然后到一溜的一干人重 全部都要一个一个轻松 我告诉你 如果川普都没被干下去 川普他这个人他他咽了一下这口气嘛 是不是 川普继续当总统 你等着等着去看热了 搞死你中国才怪的 你想背后腰壶子 而且川普自己都讲的共产党 习近平他们在想把他拉下马 大家都不傻 不要搞这些事情 但是共产党他觉得三个自信 习宝子喝了一瓶酒了以后就开始脑袋发热 是不是以为自己能厉害到我的国去搞这些事情 搞得特别不像话 所以最近的确有这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洛杉矶有一个议员就被抓了 罪名很清楚已经被FBI抓了 就是收拾了中国商人百万美元 你要知道一个中国的商人他是不可能去美国 如果他是个商人的 不可能去美国收买个议员的不可能的事情 这背后一定是土工的统战战略 一定是去叫做腐败外交 然后要收买议员 一定是这个路子的 所以这个消息是在很多的英文网站都看得见 就是说是周二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逮捕了洛杉矶议员 叫贺扎尔 指控其在认知的数年的期间 凭借职务之变收受来自包括中国地产商人 再来的上百万的美元贿赂 所以当天这个人就被施议会开除的议员 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一个洛杉矶这么大一个美国据说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这么一个议员就收中共的钱 这背后有惊人的阴谋 有一连串的人都要被带出来 你就等着看 是不是 我们看这个人 与此同时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FBI展开的中国间谍的全面的调查 我告诉你中国的间谍在中共 你不要以为就是那些五毛 那些五毛太烂了 就像FBI的人他没空管这些五毛 据说每天要抓10个以上的中国间谍 现在已经有好几千个中国间谍 已经收进去了随时要上法庭 要接受调查 我告诉你几千人 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这种中国的商人打着商人的名字 名义打着在美国投资做生意的名义 然后做的是统战的事情 我告诉你 第二就是什么 就是那些媒体 所谓你打着新闻自由的名义 知道吧 因为美国新闻自由 你中国你是个媒体的话 你也可以来报道我的新闻 报道美国新闻嘛 结果他是个外国的代理人 现在宣布了 这帮人全是间谍 我告诉你 还有一种是什么 就是科学家 从哈佛大学 耶路大学 一溜的科学家 都被土工收买了 还有很多华人留学生 留学在美国的科学家 早就是土工的间谍 这帮人都要一个一个的抓进去 我告诉你真的 还有就是那些所谓的同乡会 华人同乡会 你们等着瞅 等着瞅吧 是不是 在美国你乌鸯木的 你又是绵门自由 结社自由 共产党他很狡猾的 他都是用美国的这种政治游戏规则 搞这种事情 他还他真的高估了自己的执念 他们在台湾也是这么干的 台湾也是个新闻自由的地方 是吧 台湾也是个游行自由的地方 台湾也是个也是个言论自由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土工的人 举着一个五星红旗 在这个叫什么 总统府门前招摇过世 你说我让你闹 最后都是要算账的 我告诉你 你那么小虾米 他根本也不管你 你让你闹 所以不要低估人家这些民选政府的智慧 你闹完了以后 你总有背后有势力 总有能给你抓出来 一方面呢 我又不会破坏我的言论自由 这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可以收拾你 你你总有蛛丝马迹吧 这都是间谍是吧 他现在就是啊 共产党的信念的确是这样子的 而且当年共产党在这个反对国民党 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玩的 知道吗 国民党也搞言论自由嘛 也搞新闻自由嘛 是不是 国民党有新闻法的嘛 然后共产党就用利用这个东西 然后无所不用其到处搞事 知道吧 然后共产党终于靠这种 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把国民党管的赶到台湾去了 然后自己就知道 这个新闻自由是绝对不能放开的 或者说我们陈云就讲过 我们可不能搞什么新闻立法 新闻美法 有党的这个宣传部 有这个什么真理部就是法 在中国是没有新闻法的 在中国凡是你与新闻有关的从业者 不管你是报纸记者还是电视台的记者 还是自媒体 你只要你在中国 你都是共产党的线人 你都是间谍我跟你说 真的因为他没有法的呀 没有法就有你 你们这群人他是什么人 他是没有职业的人 因为没有立法你就没有 你连这个行当都没有 所以在在中国 只要你说你是个编辑 只要你说你是个记者 那么你一定是共产党的线人 我告诉你 因为你没有这个记者这个职业 因为我没有立法就这么简单 所以共产党是特别坏 你知道吧 他就用这种民主社会 用文面社会游戏规则 那反对 那使唤 所以你想想吧 你说是不是这种事情搞的最多 比如说我们讲完了美国再讲欧洲 你说这个共产党最近这几个月 他向全世界释放那么多的病毒 知道吧 搞的真是整个人类时候乌央乌央的 人心晃晃 我告诉你 这东西绝对就是他们自己人工 培植出来的一个病毒 他们自己知道的 而且他们知道自己的技术很差 很容易识破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说什么法国有一个什么 获奖的一个生物学家 什么澳洲有一个顶级的一个生物学家 都通过这个临床通过这个实验师分析 就证明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插入软件 就是插了一点点别的病毒 人工制造的一个病毒 什么是冠状病毒 所以他们就是各种实验室 各种意愿都有大量的数据 大家都在分析 这时候共产党它别的不行 它技术不行 但是它使坏它肯定行 所以他们集中了大量的网络黑客 然后就攻击谁呢 我们以前听说中国的网络黑客 它也是攻击 比如说它攻击美国的大学 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 是吧 就互联网攻击嘛 攻击那种重要的要害部门 它是可以的 比如攻击美国的政府网站 攻击美国的议会 然后或者是某一个 反共的议员的 什么私人邮箱 或者在某一些社区里面 不断的吵骂搞这些事情 我们都司空见惯无所谓 你知道吗 他们最近他们集中攻欧洲的那些医疗的医院 为什么 因为那些医院里面收治大量的冠状病毒的病人 是吧 他们都在对这个东西进行世界一流的一个临床分析 和实验 掌握了大量的资料 他们要把他们的整个医疗系统的所有的互联网和实验室的数据都给你要抹掉 就中共最近搞的事情 你想想吧 你想想这个共产党它到底在干什么 你说它是什么 它根本也不是人我跟你说 所以这个 然后我们再把话题又拉到这个美国 所以这个美国他们是其实是知道的 所以美国国务院 这个蓬佩奥先生刚刚从欧洲回来就做了一件事情 很多人肯定没看见 没看见 其实它官方网站上都有 就是回来以后就宣布美国国务院确认中国发展生化武器 违反了这个国际这个禁止生化武器的公约 有这个消息了不得了我跟你说 那生化武器是什么呢 是不是 你要知道这个冠状病毒这么一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出现以后 迄今为止共产党还一直不让任何这个西方的科学家 去现场调查 算是明白了吧 算是明白了 由于川普总统 由于蓬佩奥他们这些人现在比较强硬 一方面他们也还在继续维持这个局面 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确很强硬 尤其是蓬佩奥先生 所以你就我就跟你把这么一溜的事实里摆一遍 你就知道共产党他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他都疯了你知道吗 他居然去攻击人家美人家什么欧洲的那些大医院的网站 和大医院的实验室的数据 你这是什么干的事吗 这医院是什么单位 医院是什么地方 医院那是叫做什么 叫做人道主义的救援的机构 人家医院不是一个军事机构 人家甚至不是一个文化机构 对吧 他也不是一个教育机构 你攻击人家医院干嘛 人家医院是救死负伤的地方 是不是 再说呢 人家医院如果真的在冠状病毒的治疗方面 如果找到最好的药 如果培养出的疫苗 那对你中国也是好的 你为什么要攻击人家的医院呢 你想想吧 他到底做了多少坏事 他心里是门儿清 他所以他就是就死住 就不怕开水堂 他坚具不让这个外国的这个科学家 进入中国现场进行调查 这个东西很纳西的这个中共 真是哎呀 我是希望这个西方的这些政客 这些这个科学家 这些这些知识分子 都要认识到中共的邪恶 他非常邪恶的 我告诉你北京最近不是有 搞得特别紧张吗 一定又是共产党又在玩 玩一种猫腻 我告诉你 共产党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全世界大乱 我说过无数次了 共产党习包子这帮人 他没什么智慧 他就从毛泽东那里嫖点东西 从大乱 大到大智 全世界都乱糟糟糟的 他自己这边呢 反正中国老百姓不是人 死都二人都无所谓 他乱不了 所以美国的乱一天 哎呦他就高兴坏了 相当于中国乱一年 他就这么玩了 所以他不断的食饶我子 不断的释放释放各种奇怪的消息 然后希望全世界都进入无底线的恐慌 经济永远停滞 这样共产党他就厉害了我的国 就觉得自己很牛 所以你发现没有一方面他说北京又出现巨大的什么什么 一会三文鱼的一会又什么什么什么啊 最搞笑的还王八 你他妈习近平就说王八啊 全世界最大的冠状病毒系列的就是习近平 这个王八也是乌龟什么王八蛋 知道吧 也被感染的这个冠状病毒 我觉得特别搞笑 知道吧 三文鱼躺着中枪 现在王八也躺着中枪 什么时候习近平感染了点病毒 试试看看 那就特别不像话 然后为什么他要制造这种北京的恐慌 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啊 北京如果是有大面积的感染的话 那北京有多少人要去全世界是吧 这么大的机场这么多人是吧 他故意把这个消息搞得特别吓人 我觉得一定是在全世界制造一种恐慌 他上一次制造的恐慌渐渐在平息 你会发现没有 所以我们这几天去去外面吃饭 大家都是在那里点餐吃吃的 进去的时候戴个口罩 进去以后把口罩一戴该吃吃 他也没什么事是吧 而且你在美国 川普照样搞这个现场聚会 去的人还挺多 是吧 大家该玩玩该吃吃 没你想象那么紧张 这时候他就在中国又制造一种新一轮的恐怖信息 我称之为一种恐怖信息的第二次释放 然后又希望把全世界带进一个恐怖的深渊 整个经济停摆 交通停摆 然后天下大乱 然后习近平就宣布胜利了 所以另外一方面你们看到没有 中国找到了战胜病毒的最好的方案 所以全世界都要向中国看齐 所以在中国有很多250的批鸣 中国搞得真好 搞得真好 你搞得真好 为什么北京出了这么大事呢 他就自己打脸无所谓 他打脸无所谓 他为什么要打脸 他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 你批鸣说什么 他根本有无所谓 他其实的目的最后我就看清楚了 就是要释放一种恐怖的信息 是吧 恐怖的消息 把美国的经济再次拖住 把欧洲的经济再次拖住 把澳洲的经济再次拖住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么玩的 所以西方人一定要聪明 不要上当 所以他从间谍到释放消息 他都是习包子下的一旁很大的棋 就是要把整个世界搞乱 然后他从乱中取胜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点谋略 你说他是人干的事情吗 他不是人干的事情 所以我反复说过土共和整个人类文明的一种交锋 他不是一种人与人的一种交锋 真的 他是一种野蛮和文明人的交锋 他有一种动物畜生和人类的交锋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道理 否则的话 你西方人你美国你会死的很难看 但是我感谢这个感谢上帝啊 现在这个西方人呢 他已经刚强壮胆 他这个包括欧盟 包括德国 有些人有些政客都看到这个趋势 所以你想想 跟你把这些事实一摆 你就知道了 习近平这个人真的是无恶不作的啊 还是一句话 你说中国人你赶紧撤 你否则你当炮灰啊 否则你真是你那点 你那点可怜妈妈的 120斤的这么点人肉 真是你塞习近平的牙缝都不够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